各位你們好,今天是星期一 外面又下大雨,今天又約不到腳 所以就一枝公來到荃灣後面這裡 海灣花園的德興園海鮮酒家 喝個下午茶,我現在就先去 稍後見吧 去德興園可以搭西鐵去到荃灣西鐵站 今次就找D出口 上到路面我們就靠右邊走 走進去海濱公園 幸好去到荃灣就不下雨 不過天氣都是一般的,比較陰天 都好過九龍,九龍就六大雨 沿著這個公園我們就一直向前走 前面有一條斜路,我們就沿著斜路上去 上到左邊就是永順街 我們在永順街那邊向前走 右手邊這間藍色有一間學校 走前一點就有個燈位 在燈位就要過對面馬路 對面馬路已經是德興園,才走家 今次我們就走進海灣花園及商場 入到商場就轉左手邊 前面這裏就是德興園 今次就直接進去找位 今次就跟職員進去那邊坐下 也都可以按照圖中的地道去到德興園 今次有一枝公尼就要搭桌 開了壺茶,洗一些餐具 接著就淡一杯壽味 今次就開始看點心紙 這一張就是下午茶的點心紙 左上角有點心,最便宜是16.8 今次比較貴的是鮑魚燒賣,28.8 再過隔壁中間就有些燒味粉麵飯 單片就是26.8 隔壁中間就是29.8 再過隔壁中間就是燒火拼其他燒味 都可以配粉麵飯,價錢就是一碗43元 再過隔壁中間就有些鍋米,意綿蜜味之類 下面就有些炒粉麵飯 這一張就是午市的點心紙 大概有煎釀茄子,牛肉球和燒賣 中間就有些鳳榨排骨飯,章魚肉餅飯之類 右手邊就有些燒味雙拼或單拼的粉麵飯 下面也有些炒粉麵飯 右手邊就有沙巴龍躉和燒鵝王 這一張就是早市的點心紙 供應時間就是上午10點至3點半 左手邊就有孖寶 在上午就選一款,今次就配下邊一款 旁邊就有個挺便宜的,排骨花生竹12.8元 再過隔壁就有些腸粉西山菜 今次旁邊就有牛肉球,雞翟 今次旁邊18.8元就有雞絲腸和煎釀虎皮椒,山菜魚肉之類 再過隔壁就有春卷,核桃包 好,近來就有金錢土和沙律明蝦角 鮑魚燒米黃就28.8元,三件 這一張就是正價的點心紙 下午茶的大宗小點都是計小點的 這張點心紙大部份的點心都有點的 有些就標示了必食和要試 可能比較特別些或者好吃些 這一張就是點心的價錢 今日下午茶大宗小點一直都是計16.8元 這一張餐牌就有乳隔,龍躉和燒鵝 另外這一張就有燉湯 這裡就有幾盤燉湯,大家就可以選擇一下 另外這一張就有龍蝦的套餐可以選擇 也都有通星斑和沙巴龍躉,南非鮑魚 也都有美國桶蠔 大概十幾分鐘後就開始有東西吃了 第一碟上桌就是香西牛肉腸 牛肉腸就是大點來的 不過下午茶大宗小點都是計小點 16.8元 這碟牛肉腸大概就有六球左右 上桌的時候已經很快手淋了些豉油 今次趁它耳底就開始吃牛肉腸 牛肉腸裡面的牛肉不算太多,但也不算太少 牛肉耳口都比較軟軟,牛肉味和熱製味都很好 裡面有些馬蹄和香西 今次再試一試腸粉皮,粉皮不算太好 粉皮耳口都比較軟滑,腸粉皮都很好 做上香西牛肉腸都很好吃 接著就吃燒米黃,燒米黃旁邊寫著必食 所以就要試一試 燒米黃一龍有四顆 上桌的時候都很熱,在焦煙 燒米上面就看到有魚直的大蝦 今次就看到有少許蟹子 今次就夾蝦試一試 蝦肉入口都比較爽彈 也有少許鮮蝦的味道 這隻的味道不算太濃,剛剛夠的 這隻蝦都不錯 今次就試一試燒米肉 燒米肉入口都不算太死實 裡面都吃了少許蝦肉 有些大牙的口感 這隻的味道剛剛好,不會太濃 食洞味就輕微帶少許甜 做得上這隻蝦蝦蝦都不錯 不錯 在張點心指道就看到懷舊雞絲卷 在旁邊飄飾了要試 就特地叫一個來試一試 一上台的時候就發覺 和我心目中想的東西不同 這一碟懷舊雞絲粉卷 樣子都很像一隻迷你版的腸粉 我初初以為是一個包點類 先打開這塊懷舊雞絲卷 看看裡面有什麼材料 看到裡面有很多材料 有蘿蔔絲 有些應該是冬菇粒 有些西芹 有些好像是雞肉 有些好像是黑木耳 材料非常多 今次就咀它 這塊懷舊雞絲卷入口都幾次咀腸粉 不過裡面的材料不同 粉皮都比較薄 還有挺嫩滑的 熱質味道也不錯 做得上這塊懷舊雞絲卷也不錯 最後上台就是重草灌湯餃 灌湯餃因為漏了單 所以我要再等多十幾分鐘才有得吃 灌湯餃上台的時候非常熱 還是很快飄煙 到拍照的時候都蒙茶茶 上台之後雖然幫我淋一點 不少節醋 但是太重手了 弄得整個上湯都變色 今次就不少少試一試上湯 因為真的太多節醋 所以就試不到湯底的味道 只有醋味 今次就裹個灌湯餃 看看什麼材料 看到裡面就有些蝦肉 有些是豬肉 另外就有些冬菇碎 有些黑木耳 也有少少蔥花 熱質的味道真的試不到 因為太多醋味 日口都比較淋身 但是從早上就只有一條 現在又是埋單計數的時間 這三個一支公里得輕遠喝茶 吃了四個大點 不過全部大點都是計16.8 茶錢是8元 加一服務費總數是83元 以下午茶吃了四個點心 83元都算是值得 食物質素來說就中上 都可以來這裡試一試 現在又是溫馨提示的時間 暗茶有1.9可以拿票 兩點鐘後入座計 隔離這張是星期六日假期 要過半數人數才可以入座 德慶院又不算大間 就呈一個大的半圓形 半圓形旁邊就是玻璃幕牆 但多數都落殘 裏面的桌數又不少很多 樓底也不算很高 裝修設計又… 比較簡約一些 但都算挺企利的 桌子和桌子之間又不算太壁 走廊位也有些挺寬闊 都算坐得挺舒服 如果要去廁所就要上商場的二樓 現在看到的就是德慶院附近的小巴站和巴士站 喝完茶走到海濱公園 幫助消化行車 音傷的海景都不錯 最後就多謝大家收看今集德慶院 談茶展生的石油報告 這條片只是分享個人的意見 如果還未訂閱的 就請你們記得訂閱、分享、留言 還有按LIKE 我們下條片又再見 拜拜